星期时,阅读前,右上角关注,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一些联系大联盟分享的关于人生感悟、思维认知、职场管理等优质文章。 人生纵是有情有语,只消在心底之一束菩提,快乐时,看一看外面大好的世界,月月山河,蓝天白云,尽想春光的明媚,悲伤时,蜜蜜缕花红,与时光尽好,万事淡然处,风雨眼前过,生活,不知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时和远方,愿老是知识,云睡禅心,指纹花香,不言悲喜, 能以再强更看本贤书的人,一定内心很幸福,人生如何,该来的总会来,该走的又总会挑走,当下最好,只要加财,谁总会开,所谓开心,就是眼睛向上把快乐放大,所谓烦恼,就是眼睛向下把烦恼放大,花开自美,评书游人,微笑,对人是礼物,对己是财富,金钱, 你微笑了吗?一花一事件,至高眉难事,或大眉失财,不懂放弃,则攀高峰,励志前行,从来不满,能大能小,万事了了,能收能放,扶摇之上,好心未必有好结果,大水漫不过鸭子被,原本个有千秋,何必争个高低? 一屋子不走,喝一嗓天下,拂袖吃茶去,管他闲雨淡,同一扇窗户,向上看是风景,向下看是泥土,始终面向太阳,阴影将总在身后,临缘限于,不如退而结往,三日不读书,言语无畏,善于借力,则窃守千军, 祈祷改变的不是神的意志,而是祈祷者的心态,善不辞实,故能成其高,要想有所成就,必须面对孤独,百来百去的其实是我们的生命,图文来源网络,尽善,如果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用的话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,大家一起探讨,一起学习,欢迎分享,转发帮助更多人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